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要独家专访是这个月 我们荧光幕前风头人物 也就是我们风头部长 最近在我们的媒体上 你可以看到 他特别从台湾远征日内 WHA那么刚风尘仆仆的回到国内 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卫府部长陈时中陈部长 欢迎您 好 主持人您好 还有民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这样讲 其实出国之前就听到WHA呢 依然跟过去一样 没有发出这个邀请函 但你还是过去了 这是第二次前往了 那同样当然如果从叩关要进 能够参与这个来讲 我们一样鲨鱼而归 那这是第二次了 那你感受如何 我们当然跟台湾的人民一样 我们感觉是愤怒的了 今年我们第二次仍然没有办法进去 那但是呢我们是一定要去 越不能进去就越要去 我们才能把台湾的声音向世界发出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台湾的经验 跟台湾的价值彰显出来 博得国际的认同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您大声疾呼 那陆续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直不断从海外传回消息 也听到好多国家陆续帮我们发声 那这个帮我们发声的国家 也达到好几十个国家了 那这个事情的解决最后是什么 投票决定吗或是怎么样 就是说已经这么几十个国家支持台湾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使不上力吗 当然我们的友邦 跟我们理念相近的国家 非常的帮忙 所以就洽谈了一场二对二的辩论 那在WHA这样它的一个形式 就是它有一个意思的规则在 它会有两场 我们安排两场 一场是闭门的 在总务委员会里面 做二对二的辩论 然后另外一场是在大会上 做二对二的辩论 然后辩论完了之后 他们是由主席财势 财势说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辩论 当然是会有一些 主要是一个宣传 让大家明白这个事情的对错 经过的辩论 让真理能够越辩越明 但是这样的辩论之后 是不是会根据这样子 大家来表决投票 那就没有了 那就直接主席就裁定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当然中共的阻挠 这是一贯一来 而且其实越来越加重的感觉 尤其因为您在面临这个问题的同时 我们的外交体系同样就面临到 来自中共的各种奇怪的 包括想冒让我们断交 他们去抢我们断交国等等 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状况出来 国际间要比拳头的话 现在就是说是在受中共的引导之下的 这个国家次数 还是比支援我们多就对了 对 当然他们是因为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 尤其中共这几年经济的发展 也相对比以前要来的强势 所以我在那边我特别用一句话来形容说 中共现在的阻挠 我说那是一个红色沙尘暴 那台湾人民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沙尘暴来袭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的呼吸 因为终究这沙尘暴会过去 台湾会活下来 大家要互相来勉励坚持 终有一天我们会战胜一切 如果说要纯粹要参加 那么他现在中国的阻挠 就是让我们没法到参加 让台湾没法到参加 但是对于台湾一定要出去的地方 像最近看到的 有些我们一定要飞航出去的 他干脆索性改我们的矮化我们 就是改成中国台北等等 如果到有一天他看那个情势 大家说台湾都要让他参加 大家都觉得要让他参加 他算你谁说不就是中国台湾 还是中国台北 那不用了 或者说中华台北 现在参加它的名称 对在 万一是用这样的名称 两年没有办法进去 可是前面那八年里面 那时候用的就是 中国台北 就是中华台北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就希望用台湾的名称 能够进去 所以在任你会坚持 用台湾的名称去申请 当然牵涉到很多外交上的判断 但是我如果在这边代表台湾人民 在卫生福利界在争取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用台湾的名义 台湾说台湾是母亲的名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用台湾的名义 不过这牵涉到很多国际情势的判断 因为这是中共最不想见的 他觉得不让我们用台湾的名义 对我想这是不道德的 要改人家的名字是不道德 我某某人你就是说 主持人说如果我要上节目 一定要改个名 那我就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实际上硬要改我们名 换成我们不去了 WHA要讲一下 有同样的道理吗 如果他硬要我们用他要的名字 我怎么没去 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问我 我是感觉这样 但是我讲过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相关 那经过这外交单位 他要做一个很明确入委会 大家要一起来商讨 整个衡量整个形势 怎么样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那路是弯的 会适来适去会变 因为在国际间影响市清的一个大国 就是美国 美国在这一次其实是很支持我们 非常支持我们 对从哪里看呢 我们最后一天才跟美国部长举行我们的台美双边的会谈 那谈得非常的愉快 因为这次美国医生部长来的时间相对的短 他只来三天 可是他讲说他无论如何他要在回去之前 那最后一场的会议一定要跟我们开 然后很清楚的跟我们表达就是说 未来要来跟台湾一起来争取台湾加入WHA 不会从后半年才开始 他那天就讲就是说 We will start tonight 从今天晚上就要开始行动 我们是非常 而且讲的是很明确 那大家也谈得非常的愉快 那他也表达对台湾相关的一些公卫的制度 健保的制度都觉得非常有兴趣 希望跟我们能够多对谈 这样制度的一些建立跟改善 我看这一趟出去 虽然已经预期进不了真正的与会的大门 但是也是有成果的 我还听说你也获奖回来 对 对 颁起没得到一味 但是在这个 这是一个所谓WFPHA 就是公共卫生协会世界联盟 这是WHO下面有正式关系的一个组织 它有150几个会员 所以他特别颁了一个奖给我 但其实这个奖我很清楚 这不是跟好我而已 这个奖是颁给台湾 是肯定我们这样的公卫的学者专家 大家长期对台湾公共卫生 还有我们健保医疗制度的建立的一种肯定 所以他给我的这样的 他是理由加就是说我们的治理 他是给我们说 我们的政府治理做得非常好 所以特别给我这个奖 我也觉得非常的光荣 起码是说在没有办法进到WHO的时候 然后得到国际像生育卓著的组织 颁个奖给我们 对台湾表达肯定 所以我们也觉得蛮欣慰的 这是你第二趟 比如你去年的前往WHO的叩关 我们其实当时就印象深刻 今年都觉得好像更悲壮的感觉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看你的奋斗 又有一种带动国人的气氛的感觉 大家都觉得情绪很澎湃 那当然现在即使来自于美国 好像也是在讲说 这个人要准备得早的 策略性要准备得早的 如果今天应用两次的经验 再来你觉得我们如果在第三年 就是我们从早准备好了 早准备 现在就开始准备 那策略运用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 来强化我们的立足点 我想是说在整个努力的方向 其实会因应国际 尤其是所谓中美的关系 都会有相对的影响 那不过在我们的卫生单位 只有一样就怎么样把防疫做好 跟全世界来连结 那保护台湾的人民 那另外把台湾的依偎的经验 向外来宣导 让大家知道台湾的进步 然后进而愿意跟我们交朋友 我们要坚持的把这事情做好 那当然外在的情势不管怎么变 我们要加进WHA的希望仍然不变 有很多的好朋友 我这一区我特别带了一个 就是国际的友人 给大家看看这块牌子 这个牌子看开没三回 就一个十字架 那这个是一个日内瓦大学的教授 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瑞士救难团 他们帐篷上的一个mark 当年他来台湾也帮助我们很多 那这次我去了 他特别把他们帐篷这块 十字架把它剪下来 他要送给我 然后他要送给我是什么 就是说他觉得那一次的经验 他觉得台湾人很温暖 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然后另外他很谦虚的说 他从这些经营里面学到很多 让他可以帮更多的忙 所以他也希望说我们一起来 未来是不是能够帮更多的老 更多的人更多的忙 我觉得这种 参与这种国际 医疗外交援外 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非常和善 然后心地非常好的人 那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国家 强力的后盾 我们一起工作 一起把经验向世界传出来 一起把台湾的经验 让世界更多人来分享 结果拿到这个我到现在来觉得 非常的感动 921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 国外的援助进来了 看到这我们就知道说 那我们也必须对国际社会 做出一些回馈 不管有没有到WHA 都是一样 你看他921的时候 他愿意把这 他是纯粹来帮忙 现在我们要看到 我们要回想40年以前 台湾也得到国际社会 很大的帮忙 然后30年之后 30年之中 我们也不断地在回馈 那像这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 总统也宣布说要 捐这个房子 这个伊波拉 要捐100万美金 那外面很多人有讲一些话 用政治的语言 在看待这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而言 就是防疫无国界 100万美金这个事情 是在你出国之前呢 总统就有这个打算 还是你回来跟他报告之后 总统就想说 没有我们来捐100万美金 是当时开始的决定 最后当然是总统拍板订案 当时是纯粹也 当然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因为也看到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开会 大家有提到相关伊波拉的疫情 大家也很关心 所以在那边我们就觉得说 台湾也该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跟总统报告 当然总统他最后拍板决定 是这样来的 不过我用这一例子来举 就是说国际社会是佛生的 是佛生的 你说佛生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在自己 我们要捐给的对方单位是什么 就是WHA吗 当然这要由外交单位 他们去寻调一个最适合的路 以往我们大概民国98 99年 H1N1的时候 那时候马总统又宣布说 说要捐这个疫苗 然后后来因为在WHO 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所以就没有捐成 104年的时候 那时候伊波拉 也有在肆虐的时候在西非 那时候我们也捐了 大概100万美金吧 那时候是捐给美国CDC 下面的一个相关的团体 那我觉得每一个国际的形式的不同 不同的情况捐给不同的人 但是目的是一样 是要这钱去帮助这些受害的人 那帮助这些算是说我们 对以往我们得到人家的帮助 表达我们回馈国际社会 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之外 更重要就是任何的疫情 如果能够阻绝在境外 一起在境外阻绝掉 那对其他人相对就安全了 所以我们这种事情不是帮忙而已 是帮忙别人 帮忙就帮你就是了 这是做好带的也叫帮你 就是实质我们就是国际社会的议员 我们积极的参与 那从那面向来讲 其实我们的真正参与国际社会 不是只要那个民 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有在参与 在关心也有付出 当然如果有任何的收获的话 权益共享 但是其实很多人会关心 直到我们先访问的今天 都还有来自我们自己 国内的外交官的体系 公然站出来在媒体上反对 那反对的理由 当然你应该也都看到了 什么这个不适当 自己长嘴 或是说什么 去提前要去买门票 这左掌的方式也有 右掌的方式也有 而且这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外交官讲的话 有两部分 等于说要反对 他反对管自己百万美金 因为那是外交体系的人 所以他没有感觉到 所谓的医位上的意义 医疗上的意义 他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交易 如果用一个单纯的政治交易来看这件事情 当然你这一切事情都变成没有意义了 但是用人道防疫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 那一切都很清楚 就是有数要的事 世界有数要的事 有力量的人就要出来帮忙人 就是这样的 帮忙人的结果 因为防疫做得好 那进而我们受到疫情的伤害相对的低 大家不要忘记现在飞机是背来背过去 我们人家说这么横的买 以前是很多疫情在非洲很厉害的疫情 不会往外跑 因为它跟外面的交通是不是那么的好 可是现在非洲也渐渐起来了 所以那样的一个旅行 实际上是一个地球村 任何一个飞机像麻疹就好了 一个人在飞机里面 然后马上就带了一大堆人出来 就生病的人 那如果我们及早能够防止 越炸越好 所以防疫如果带着一个防疫的概念 来看这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事情是有意义的 那当然也有以往的相对的署长 也有稍微讲一下这个事情 可是那时候他只是抱怨 就好像那时候反对党有不同的声音 不过我看起来最后好像捐不出去 并不是因为反对党不让这事情编 是因为WHO对于捐疫苗 他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在 但那规定也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你在讲有新捐 他不一定捐得出去 我们将捐现金100万美金 捐得出去吧 我认为应该是会捐得出去 但是用怎么样的管道 那可能是外交的单位要积极去谈 有时候真的也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想太多了 回到医疗人权的本质 所以人家说是为下一次的 一切就清楚了 人家说是为下一次的WHO买门票 你觉得这种讲法公平吗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但是要进到WHO 就必须证明台湾在一位的价值 你应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而不是用纯粹 我刚才讲 如果用政治交易的角度去看 你就会觉得这事情是好像有一点问题 但是如果你能够回来用人权 医疗防疫的角度来看 你就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做人应该是活胜 在国际政治之间的现实 你下面看现实 就是好像国际 就跟参与联合国一样 你现在一定要用现在的名称 去参加的时候 这举手投票就是比拳头 就比这个票数 那这个要突破 要有新的策略 是不是 部长可以说我看一下 就说如果连美国都鼓励 我们应该早一点提出策略的话 我们策略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向 就像说我们现在在打WHO WHO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再结合外交部或什么体系的 共享 你们自己在想 有办法怎么整合吗 第一年 第一期的时候 其实外交部 僑委会跟我们 那种合作的上面 就有一点比较陌生 那经过一年的磨合 我们既然就合作的非常的好 这个团队变得 就是能够配合的非常好 那我相信明年会更好 那今天我回来 我刚回来我在礼拜六 礼拜一 礼拜一我就给我们国合会 就写了一张条子了 我说两个礼拜内 请你好明年的战略目标 跟我们要配合的单位 跟整体的计划 两个礼拜 不是两个月 两个礼拜之内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行动 那当然会怎么样来动 坦白这还是要不能够太公开 因为必然在这样的一个 外交的体系里面 那保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低调 那不要把我们的行动太早曝光 不要把真正肚子里面的策略 太早曝光给人家知道 讲了就是破功 不过话说起来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 尤其在这个卫福方面的话 公共卫生方面的话 至少我们是一个helper 不是一个寻求人家协助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这方面 做出好成绩可以引领大家 可以协助世界各国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防疫 很多事情应该也要做得很好 那有几样事情 我们在今天部长来到节目 现在很难得 我们也顺便来关心一下 这样我们其实多少 都有些零星的一些 我们国人自己的遭遇 或许你可以跟您打听一下 比方说一两个月前 从三月底一直到四月初 我们台湾也有麻疹 对 没错 那现在这个疫情不知道 是不是都掌控得了 麻疹的疫情已经告一段落 我们到5月14号 所有的监控的人时间都到了 就没有另外一波起来 不过在这一波里面 我们在这一波的虎航 这一波开始的新感染 我们大概就是有17位感染者 那其实在冲绳 在日本 他感染者都比较多 都是同样一个病源 那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疫苗 涵盖率非常的广 我们大概有97% 虽然我们就是说 疫苗到达一个年纪 20年之后 可能它的那种 免疫力就递减 但它仍然有 一个防疫除了对 个体的防疫保护之外 其实很重要是要形成一个社会保护力 所以它就会传很快 因为那些没人是 没防护力的 有的人是有 但它当中都有的就蓋起来 如果大家都没人 平平平平就往外散 所以台湾这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 我们的策略长期以来 非常久以来慢慢慢慢增加 那到现在 我们大概涵盖率都有 百分之九一七以上 那就是台湾的这种 健康的帮助是很大的 很多的流行性的东西 出乎其然 有时候真的在考验 我们很多的防卫上面的死角 或者一个不小心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麻疹 那水痘呢 其实前一阵节的流行 水痘现在刚刚的 刚刚开始这几个 这三个礼拜 大概前面往前数 大概950几个病例 然后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911个 那这个人然后上礼拜是700多 慢慢再少 那900多个也不算多 不过同样要呼吁 第一个就是 这些防疫都差不多 个人就洗手的 恐怖很要紧 不能水便洗 洗得比较圆转 左搓右揉上下冲洗 第二个有状况的时候 戴个口罩 避免进出人多的地方 那水痘有其他注意 就是说当你的结痂 水泡比较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有传染力的 那一家倒完全干了 结痂之后才没有传染力 所以当有传染力的时候 那站在自我健康管理的角度 那就尽量不要出门 如果需要出门的时候 长袖衣服口罩相关的都要戴着 这个部长其实这个观念 整个观念全部都放在脑袋里面 很清楚 那其实最近大家很关心 台湾现在开始拉警报 就是怕会缺水 那么有些局部地区 都有开始有在限水的希望 你知道在卫生上面 就是说比较缺水 就面临挑战就大 就是你刚才说的要卫生 这个水洗起来就甘悠 你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免水的那些 那些清洁方式不知道 但是缺水就在公共卫生上 挑战就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哪些地方 我想就是在防疫上面 让维持自己身体干净的水 就不要省了 那当然一般的浪费 比如在洗澡的时候 不要把水就放着一直流 其实那个浪费的水是最多的 所以相关自我在一些 相关的行为注意不要浪费水 但是维持自己身体健康 守的干净的这些水不能省 因为干净就是防疫的第一道线 是干净是防疫的第一道 那是很重要的 其实卫福部管理的事情 其实是千奇百种 是非常的多 而且说起来 我看您好像也蛮关心 有关于未来托育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少子化 是很多部门都要注意的 所以要劳动到行政院长都讲话了 好像说这个生小孩要补助 养育的时候要补助等等 但是好像 卫福部也在做这相关的规划 你们可以在这部分 能够协助民众什么呢 这一次我们行政院刚刚公布了 跟我们卫福部直接相关的 就是零到二岁这一部分 那以往呢 我们大概有两个事在做 一个就是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育额的津贴 那一个是送托的补助 我们大概有这两块在做 但是以前的涵盖率没那么高 然后我们这次呢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津贴的部分 几乎把所有的 只要没有送托的 都会领到2500 可是我们送托一个月在 如果在城市里面 一个月就要25000 那送托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准备做一个准公共化 所谓准公共化就是要把 相对的私人的这些托婴中心 要纳入管理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纳入管理 我们就会补助它钱 补助它钱是为了减低 我们家长的负担 那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 我们大概愿意来托婴 基本上要自己可支配 所得的10%到15% 所以再这样大家就愿意 就是说压力 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这样的数目 那大概会抓在 就最后抓在说1万块上下 就所以我自己可能要付1万块 那然后呢剩下政府帮他付 然后政府要帮他付多少 我们现在付680 就一般的人我们付6000 中低收我们付8000 然后低收我们付1万 所以我们现在设定假定说 我设定他是收1万块 大概是落不去的 另外我一般人我补6000 OK换句话就是1万6 那1万6我就跟这些师托讲 就说我1万6来跟你们签约 那我要把你们管理 OK那刚刚讲到说一个人很贵 2万5 2万5我们可能就买不起 但是呢有些地方政府 比如像台北市新北市 相对比较有钱的单位 他可能就是说我如果用1万6 我买到的不够多 那我政府可能再补贴一些 让他买的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这能够 买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买到8成 换句话说让现在现有的师托 他能够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 能够活化 然后做最好的贡献 那因为他是准公共化 我们有补他钱 所以必然我们就可以跟他签约上面 做相关的管理 那所以对于老师的薪资 各方面让他收拖的比例 范围多大 他都可以做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 他最诟病的就是 是不是有巧利明目的问题 那我们的管理方法很单纯 就跟我们健保一样就是所谓的正面表列 你要收什么你都要先讲 然后让资讯透明来 比如说我如果你找一个钟头送来 我要怎么收 每一天我就每一天我要晚两个钟头才来接 那可能要多一些费用 那这些都要透明来 那你要更改费用 你必须跟第一方我们社会区来报备 然后他准他准了以后 你才能够改那个表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 现有的社会资源做最大化的运用 如果是这样的规划 就不用像很多 我们很多的同仁都自己公托 非在公托没有牌上就要请留 育婴价 施托现在公共化了 另外我们会真的就是说 有一些偏远地区可能资源不够的 我们现在就推动另外一个就是 公共托育家园 就是小型化的 就在一班大概12个人 因为他小型化 所以他可以跑得比较远 跑到比较偏远 因为你偏远就要你大型的 收不到学生 那小型化 所以我们大概两个 一个现有的 我们就是推总公共化 纳入管理做最有效的运用 然后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们希望有公共托育家园 让大家可净性变好 这是个方案 那真正上路 什么时候可以享用到 今年8月起 我们这样就开始了 就是两三个月后就可以了 对 就要开始行动 那很快 来得及 这个家庭在怀孕当中 还得来得及 现在生还可以 对 现在生还可以 我其实发现 其实卫福部要关照事情 真的非常的多 那很多都是革命性的推动 还有一个其实好像 大家只要关心 这个台湾的这个规格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们现在关照 就是每个医院里面的互病比 就是互病比到底应该多少人 就是说多少的病人 要配一名的护理人员 这样的比例是 应该是多少人才好 因为台湾人说护理 古早叫护士 这叫护理师 所以这人才也不太够 对 那护病比的推动 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概一百年左右 就订定了一个方针 逐年我们用所谓健保的 联动给付 而且你拿聘的比例比较高的 我们就给他比较多的奖励 那也推动了五六年 那目前是有大幅的改善 护理的人力 但是我们大概今年吧 我们把它做一个初步的入法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比例 入到我们的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 那这个东西大家有时候觉得 好像也没有说怎么样 医疗设置标准如果定了之后 你违背的话 跟我们以前用评鉴的方法就不一样 你违背了医疗设置标准 而没办法改善 你可能会被有歇业的可能性 那处分会到歇业的可能性 可是人力资源来源够嘛 比如说你那个医学中心 比方要有九个人 这个比可能是九个人 那区域可能十二个人 在各个地方还有十五个人 这不太一样每个阶层 你这样子要求以后 问题是我们市场上 有没有这么多人可以供应 现在就是我们经过这五年的推动 我们刚才讲那个连动 互并比的连动给付 那渐渐的我们现在监测到 差不多大家已经渐渐能够进到 我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内了 在国际间应该是多少的人数比比较合理 其实这有时候很难做一个国际的比较 就像近年有听到就是我们护理界也有人在大声疾呼说要做全责护理 那台湾这比较不像是全责护理 台湾因为还有家属可以赔 国外很多医院是纯粹的 只有护理人员在 对不对 晚上到时间一到了 全部都能不能留在医院里面 所以这样的人数就很难去用国际的来比较 所以现在拿的护理病比相对的都是就是说 我们的密度是比较高 但是我相信也要考虑到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是有陪病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可以分担一点护理人员的压力 不过有陪病的制度在他有不好的地方 因为他毕竟不像护理人员那么样的一个专业 所以因为陪病的时候那护理人员就变得比较少 反而让病人的安全可能有受到伤害 所以未来比较长远的计划里面 可能推向全责护理也是一个好的方向 不过我们人民有时候我们的同胞有时候觉得说 都接不到人情味 所以都跟他拱拱出来都不可以败 不过这是两条需要去平衡的路 让我们不断的跟社会沟通 跟护理界来沟通还有医院沟通 看怎么样是最适合台湾人民的照顾体系 其实刚才林林周卓考虑我们部长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最前面那个其实是以公共卫生为名的外交 一直到现在实际上在公共卫生领域 在医学领域在家庭照护方面的每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部长是一个很有活力 有执行力也有想法的 您其实是医生出身的 我是医生医师 对然后你后来又从事医师的管理 在这个医院院所你是属于管理阶层 又累积了这些经验 但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在访问的同时 内阁里面也有其他部长辞职 所以我现在一直说 我不是说要你辞职 就是说你做得这样如火如土 你自诩在这个阁园里面 你要是做一个 因为毕竟当一位部长级官员 其实任重道远 但是时间都在吹 你觉得事实上你想在你的任内 你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要打出什么样子一个状态的一个 你自己在这个部长认定要怎么做 我每件从事每个职位 我的愿望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我都自诩一定要为成一事而来 想就来做成功一行 愿望虽然小 但是如果很踏实去做 那我认为在我的人生里面 会留下很好的纪念 那你现在 魏夫妇我刚才就问了很多事 你的一件事是什么事 一个是长照 长照是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 而且也是迫在眉头 我们刚刚才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可是八年后我们就进入超高龄 现在14% 八年后20% 全世界进展最快 那我们怎么在八年之内准备好来 20%的老年人口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所以长照的体系一定要建构一个 能够有一个社会企业概念 而且具有效率的长照体系 否则我没有办法应付到那么多的人 然后第二个每一个老年人 或者像我这样就要老年的人 就要许给自己 让人家照顾的时间越少越好 所以自己要运动 把自己身体练好 然后能够照顾别人的老人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将来20%的时候 你想想看 劳动的人口相对的少 然后照顾这些人 如果我们花了很大很大的人力 回来照顾这些人 那社会的生产力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长照不是只有要照顾老人而已 长照还是要为了维持社会的工作力 维持我们社会的竞争力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谢谢部长 今天刚下了飞机没几天 就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把最新所面临到 国际的情势 跟国内的卫福方面的事情 今天也很清楚的跟我们沟通 也让观众朋友了解 谢谢部长 那里我们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 让社会更明白我们的业务 如果任何的需要 我们卫福部门永远是开的 好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好 谢谢 好 谢谢